欢迎收看9月6号大花林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首先带你来看到 近年来天灾意外频传 我国的搜救能力深受国际的肯定 而为了缩短搜救队的出入境时间 也透过国际人道救援 增进台湾国际形象 内政部特别在9月6号921国际防灾日的前夕 在松山以及桃园机场 办理跨部会专机演练 而花莲县特搜大队5号上午 则由副县长严新章代表授旗 未免辛苦的参演人员 并预祝圆满顺利 近年来花莲天灾意外频传 不管是六年前的0206大地震 三年前的0402太鲁阁出轨意外 或是今年0403大地震 处处都能看见消防特搜 及国际间的益助支援 为了让台湾也能在国际灾害救援中 扮演关键角色 内政部特别于9月6号921国家防灾日的前夕 在松山及桃园机场办理跨部会专机演练 希望参与单位都能熟悉流程 缩短出入境时间迅速抵达所在国 花莲县特种搜救大队5号上午 则由副县长严新章代表授旗 未免辛苦的参演人员 并叮嘱大家务必以最严谨的态度认真学习 注意团队纪律及自身安全 期许大家顺利完成演练 也告诉世界花莲能帮忙 记者 徐丽琴 花莲市报导